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忠言易烈 我是小鐘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寄身手這部動畫 然後探討一些哲學上的問題 這條影片最主要想跟大家探討 人類在情感這東西究竟是什麼 其實寄身手本身這部動畫 是一個哲學命題 人類之於地球究竟是什麼 而人類本身又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一個終極哲學問題 就是Who am I? Why am I here? 以及Where am I going? 在這條影片暫請吳同大家深入去研究這個終極哲學命題 但我可以在這裡先簡單分享我對寄身手的一些看法 米奇曾經跟生日說過 他在書上查過關於惡魔的資料 他認為覺得最接近惡魔的生物是人類 他有說過人類居乎把所有種類的生物都會殺來吃 但寄身手只會吃到一到兩種 他的飲食是相當簡單 米奇的這兩句話可以看到的就是 人類在地球上不斷破壞 視以建築人類的文明 破壞生物之間的食物鏈 我們應該反思的是 究竟哪一個是真正的寄身獸 動畫中的其中一個寄身獸 田宮良知曾經問到 我們這些寄身獸究竟是為了什麼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問題其實同樣都是問 人類為什麼在生於這個世界上 如果大家對這個問題有答案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剛剛有提到今天這條片主要想探討人類情感這件事 在探討寄身獸和人類情感之間的關係之前 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動畫中說些什麼 這個故事就說說某一天在地球上出現了無數的包子 而在包子中誕生的幼蟲就會侵入人類的身體 並且進行寄身 完成之後就會和腦部細胞同化 被寄身之後頭部可以任意變異 而他們的食物就是人類 由於寄身獸的出現殘忍的碎屍殺人案開始頻繁在都市出現 而隨著寄身獸逐漸了解人類的世界 學會了組織計劃 利用政治的權利保障自己族群的生存 世界的未來就陷入了無縱的恐慌之中 主角全身一也是被寄身獸寄身的人類之一 因為由於入侵的失敗 寄身在他體內的生物米奇 並沒有跟他老細胞同化 只是在他的右手就成熟了 成為寄身獸之中的異類 全身一為了被寄身獸殺死的母親 以及所有人類的未來 展開了一系列和其他寄身獸搏鬥的故事 在動畫裡面 田公娘子希望理解人類為何會有情感這個東西 她會模仿人類工作、生活 甚至她自己親身懷胎十月 最後她生了一個嬰兒出來 然後去照顧這個嬰兒 希望去探討人類和情感之間的關係 首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寄身獸的思考模式 每一隻寄身獸的性格都有稍微的差異 但基本上思考模式和人類都很不同 她沒有辦法理解人類的情感 是相當冷酷的 有強烈的求生本能 為了保護自己 會毫不猶豫地去殺其他人 即使是同類都不會例外 而且她們基本上是不會有面部的表情 個別有經驗的寄身獸就會學會怎樣去假裝面部的表情 而且在動畫中有一個很奇特的思考方式 就是她們對名字是不在乎 她們認為名字是沒有任何意義 她們只會為了方便而暫時定名 大部分寄身獸都以口同聲會說名字根本無關重要 當新人說要幫米奇改名字的時候 她們就以不需要 並不是人類也不是寵物為理由一口拒絕了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寄身獸的思考方式 就是非常冷酷無情 如果以我人類來說來說 而男主角自從被寄身獸寄身後 米奇小部份的細胞進入了男主角的體內 稍微改變了她的思考模式 會開始以非人類的角度看待事物 例如有一集她把死了的狗放進垃圾桶 並趕出 這隻狗的屍體只是狗造型的肉 思維的轉變在身體因為重傷 而融入更多米奇細胞後 變得更為明顯 更有寄身獸那種冷血的感覺 我們可以由這個處理死了的狗 去看出寄身獸和人之間的分別 我們可能會說人是有人性 所以當一些狗或者生物死了之後 就應該被埋在肚子裡 如果我們剝去人性的面具而看 就好像男主角所說 它只是一塊肉 其實入土為安的概念 其實不單是希望死亡者安息 但是令到生者安心 它最初的意思是 在原始的社會有族人死去 如果把遺體扔在野外 後來有些人會發現遺體會被野獸吃了 之後用草籽包住 也同樣都會被野獸吃了 後來就種入了一個關闊的時期 我們會把遺體放在棺材裡 再埋在地上 所以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受到自然環境的侵蝕 其實用來人禽之變的分別就是 情感的存在 其實無論是平時吃下肚的豬牛羊 還是死去的狗和貓都是生物 我們不會為豬牛羊傷心 並不是因為我們冷卻無情 反而是人性的表現 是因為我們將牠們定義為食物 我們會為貓狗傷心 是因為我們將牠們定義為朋友 兩者看起來好像是對立的行為 正正是人類情感的表現 正正是因為我們擁有情感 才有孔子所說的尊卑掌有之別 下一步我們要探討的就是 我們擁有這些情感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在動畫故事結局裡面 寄生獸田公娘子親自證明了 感情的力量是無限 就算是怪物都會有愛 她最後犧牲自己去保護 她自己所生出來的孩子 並且試圖讓寄生獸和人類 可以共存在地球上 另外在結局 米奇本身決定要沉睡 但在關鍵時刻 她也是決定出來再重新幫助男主角 並且救了本身會死的女主角 這也象徵著人類和寄生獸仍然有情感存在 動畫在這兩個地方 無疑是為無情的寄生獸定下了一個好的結果 一直都是以本性行先的寄生獸 最終都擁有一絲人類的情感 本是令人討厭的寄生獸 竟然包回了寄生的討好甚至感動 那本身是有情的人類呢? 在最後一幕生日指出 人類和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 在於我們是有情感 透過原本已經逐漸收起情感的男主角 那句說話 就好像歌足了人類精神的偉特 由這幾幕來看 作者其實是正面肯定了寄生獸和人類 這一點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 我是不是很同意後者 從前面的故事來看 人類才是世界上的寄生獸 而我認為人類自以為是高高在世的生物 正正是因為他們擁有情感 在《禮記》裡面記載到 起路哀就是說惡惡、戊癒 旱九九十五、七者五家而立 經常都講過七情六欲 其實종者與慾都是人的天性 而兩者互相之間影響 我們可以說 欲望是本能的一種釋放形式 構成了人類行為最內在和最基本的要素 例如是醫生住行 如果我們從正面點來看 欲望是人改造世界 也可以改造自己的根本動力 從而也是人類進化 社會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動力 例如我們有強烈的慾望 用來生活就會變得更好 例如原始人一開始由長茂去捕魚 後來改成以漁望去捕魚 這也是因為他的慾望驅使 令到他的生活變得更好 但我們要明白滿足並不是絕對 總是會有新的慾望 無憂子地產生出來 由於慾望這種不能夠滿足的特性 慾望過度釋放會造成破壞的力量 哲學家叔本華說過 慾望過於劇利和強烈 就不僅僅僅對自己存在的肯定 相反會否定或取消別人的生存 例如一些現代化的文明 例如食魚翅、紅掌、駐豪宅 譚木的家具、皮革的衣服 一些的汽車、飛機等等 我們得到這些奢侈的滿足 往往是會威脅某些生物的存在 剛剛提到 情感和慾望是會互相影響 而情感就是人對客公事物 是不是可以滿足自己需要 而產生的態度體驗 譬如我們滿足某些慾望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快樂的情感 我們就會繼續去滿足慾望 而這些慾望很多時候都是不必要 而地球就成為了滿足人類慾望 產生快感的犧牲品 最後回歸回剛剛所說的 擁有情久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對於我個人來說 情感一定是有好有壞 但我們某些慾望或情感 一定不能超過某種程度 所以我們只能夠自律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才不會成為地球上的寄生獸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動畫 和探討的哲學問題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接下來會有下一部同樣探討人類情感的影片 而介紹的文學作品就是日本小說 人間便利店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